约伯记第一章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罪恶 他生了七男三女 他的家产有七千只羊 三千匹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头母驴 并且有许多仆比 这人在全东方的人中至为尊贵 他的儿子素长轮流各按自己的日子 在家摆设沿席 并且邀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一同吃喝 轮流设宴的日子一过 约伯就差人去叫他们自洁 他清早起来 按他们的树木献上反计 因为他心里想 说不定孩子犯了罪 心中亵渎了神 约伯经常这样做 有一天 神的众子都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到他们中间 耶和华问撒旦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我在地上徘徊走来走去 耶和华问撒旦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 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罪恶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 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你不是在他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 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 以及他手所做的 你都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添 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 他一定当面亵渎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好吧 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以伸手害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吃饭喝酒的时候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在耕田 母驴在附近吃草的时候 四八人忽然来侵袭 把牛驴掳去 又用刀杀了仆人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这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神的货从天上降下来 把群羊和仆人都烧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成三对突袭骆驼 把他们掳去 又用刀杀了仆人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吃饭喝酒的时候 没想到有一阵狂风 从旷野那边刮来 垂袭坊屋的四角 坊屋倒塌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于是 约伯起来 撕裂外袍 剔了头 俯伏在地上敬拜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去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回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并没有犯罪 也没有归咎于神 你们在这是第一次的 一切都是 你怎么会有的 我先有没有 我先有一个 一切都没有 我先有一个 我先有一个 一切都没有 你为什么会有 我先有一个 感谢观看